哈哈 报效穿越来袭 多人有声剧 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 作者 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刀品 第五百四十四集 谢良成推开半眼的门走了进去 大太太见他来了 连忙冲他招手 来来来 小陈快来 我刚才正和你祖母商量你干妹妹的婚事呢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我瞧着那罗副官还不错 这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的 或者你手下别的副官也行 模样我也见过 长得都还不错 对了 做文职工作的下属也可以 人比较斯文 但一定要踏实能干的 不能来咱们谢家吃白饭 谢良成还没有开口 大太太便已经叙叙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谢良成的那张脸已经臭得不能看了 对于许多余要嫁人这件事 谢良成心里莫名的不爽 他觉得不久前这个女人还让他对强尾一事负责 这才多会儿啊 他就将这事抛到脑后了 还有 这年头哪有十六七岁就结婚生子的 太早了 自己还都是个孩子呢 南巡 瞄了一眼 谢良成有些害羞地打断大太太 干娘 还是不要找军官了吧 家里有一个哥哥这样的就够了 我觉得斯文的也不错啊 对女孩子肯定特别温柔 谢良成微微眯了眯眼 冷笑一声 温柔 温柔的男人这一年头可活不长久 大太太瞪了她一眼 握着南巡的手道 干娘也觉得温柔点好 回头啊 干娘去圈子里打探打探 最好是个留过学的 这样的 有学问又有见识 谢谢干娘 我也觉得有学问的好 看起来文质彬彬 而且睿智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村姑 难道要找大文豪 对方跟你说话 可能都觉得是在对牛弹琴 干娘 你看哥哥 他居然说我是牛 没有的事儿 我们小鱼很聪明 还会看相看风水呢 而且这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不喜欢小鱼的男人 肯定都是没眼光的 谢良成上下打量着南巡 点点头道 是有身材 是有脸蛋 可看起来还是一副蠢样 连哥哥都说我有脸蛋 有身材 那就够了呀 反正现在男人很多 都只是看外表的 哦 你确定要找这种 只看外表 不注重内涵的男人 那早说呀 我这里多得很 一抓一大把 说什么哥哥都不满意 那你倒是给我找个 你看得上的呀 老夫人也附和道 就是啊 小成 你也给你妹妹留意些 谢良成薄唇抿了抿 勉为其难的道 好吧 我答应你们 在他二十五岁之前 我一定给他找个好对象 几人一听 眼都瞪圆了 二十五岁 你想把小鱼 拖成个老姑娘啊 你这孩子都当了都君了 怎么也这么不靠谱 算了算了 你不想帮忙留意就算了 哪里用得着 用这种话来搪塞我们 我怎敢搪塞母亲和祖母 好男人当然得慢慢找啊 这毕竟是我干妹妹的 终身大事 马虎不得 你能放在心上就好 也不用你时时刻刻 想着这事 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 我和你祖母 也会多留意的 谢良成扫了一眼难寻 淡淡倒 您若是有了人选 记得让我看一下 男人看男人 往往是最准的 行 到时候肯定让你长长眼 这会儿 那司机周师傅 也接了小石头回来 家里的人可算是齐了 王婶做了一桌子 丰盛的晚餐 一桌凑了五人 上饭前 南巡考了考小石头 在学堂里学的东西 小石头摇头晃脑 背书的模样 惹得大家哈哈笑 突然间 大太太不知想起什么 目光黯淡下来 她叹了一声道 说起来 你弟弟许久都没有 往家里发电报了 咱这一家子 就差他一个了 你父亲死的时候 国外也发生了动乱 那边不放行 他都没能见你父亲 最后一年 这都过了五年了 也不知道 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好端端的 怎么提起他来了 上次他不是给您 发了电报 说他在那边 一切安好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弟弟的性子 他向来是报喜不报忧 他说在那边过得好 你就真信了 母亲真的了解 你这个小儿子吗 这些年你往国外 给他打了多少钱 您自己算过吗 国外花销大 给他多寄点钱 我才放心 小成啊 你这是怪我偏心 你弟弟吗 母亲想多了 儿子没这个意思 大太太沉默下来 气氛一时变得死寂 南巡觉得自己吐个气都挺大声的 吃饭吧 老夫人轻叹着说了一句 打破了僵局 比起小孙子 老夫人显然更喜欢大孙子 对于大太太突然提到小孙子 老夫人也有些怪异 好端端的说这些做什么 当初小训那孩子不听劝 非要去国外留学 国外有啥好的呀 南巡觉得 谢良成提起这位弟弟的时候 态度似乎格外冷漠 还有刚才那一番话 明显话里有话 小八 大boss这个弟弟 有什么问题吗 小八这次 居然傲娇上来 哎哟 你每次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你不觉得很没意思吗 还好啊 也决定了 等大boss的恶念值再降五点 我就告诉你这个问题 哟哟 小八 你能耐了呀 居然还懂奖励惩罚制度了 这段时间 谢良成明显变得忙碌起来 经常晚归 南巡猜测 他可能在查这次火车遇袭的事情 每天等谢良成回来 老夫人和大太太都已经睡着了 小石头更不用说 小孩子吃完饭就差不多该困了 南巡倒是精神 每天晚上都会坐在大厅沙发上看书 顺便等他哥回来 听到门口有动静的时候 对方还没有掏出钥匙开门 南巡便飞奔着过去开门了 特贴心 你怎么又在沙发上看书啊 我把哥哥的小抬灯借来用了 看着不伤眼 再说哥哥不是总嫌我没文化吗 我就想着多看看书 免得以后给哥哥丢脸 该不是为了找一个有学问的对象 所以才这么用功的吧 南巡气愤地跺了跺脚 我只是因为哥哥你说我看着蠢 所以才想多看看书的 哦 真的 谢良成 剑梅薇薇一条 哦 本集结束了 喜欢听的话 要订阅哟 哦 还有分享哦 下集见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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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